愿时间快乐多过于悲伤 愿时间温暖多过于孤单 愿时间光明多过于黑暗 愿时间和平多过于挣扎 愿时间温暖替代了责难 愿时间情绪多过于浅满 愿时间慷慨多过于坦烂 愿时间疗伤多过于泄然 愿天空保佑最初的未来 愿星亮如海被点点拖垮 愿生命虽然聚散 虽欲啊 万物都会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家请翻开慈悲菩萨行 那我们不可能全部读完 但是希望各位回去以后 能够把它全部都读完 因为太重要 太重要 请翻到八十五页 诸法集药经 大家来念一下 虽然诗句诗句都很简单 但是各位多去思维 佛教是心灵的教育 开发我们的佛性 佛性就在我们内心当中 一念不生 则大悲生 一念不生 则佛性生 一念不生 则不惹生 那既然佛性在我们的内心里面 如果我们的内心起心动念 那就看不到我们的自信智慧了 所以如果我们内心生起大悲心 那佛性马上就展现了 所以为了如此 能够寄予一些很好的寄送 来引导自己的心 所以千万不要成为心灵的奴隶 我们要引导我们这一颗心 当然心有贪生痴的烦恼心 内心里面有清净的菩提心 但是不能一心两用 当你生起真正利他的菩提心 贪嗔痴的心就不容易起来 当你生起贪嗔痴的时候 这个悲心智慧就起不来 所以所谓的禅宗 参化头 那是一心念佛 就是要透过你的内心 当你转念去利益众生的时候 一念佛陀的功德的时候 内心就清净 所以一念佛号消灭百千万亿劫 生死轮回重罪 所以我们的内心里面 能够去思维这些佛法的道理 佛陀说什么 那你内心就很容易转念 所以能够思维法义 乃至一记句诵 都有无量功德 叫恒河沙功德 所以经典里面有这么多好的寄诵 各位多读诵 乃至哪一句话最相应 相应不是针对你自己 你儿子有什么心态 这句话对他很相应 你先生有什么样的心态 这一句话 寄诵可以去对峙他 让他生起悲心而消除称慧 所以为了更多的众生 那我们要如何去了解更多 学佛就像要赚一千万美金一样 哇 太快乐了 我要去赚一千万美金 所以动机很强 那这个动机是一种菩提心 为了众生 为了解脱 但是世间的快乐 就赢不起你的动机了 就像我们出家人 世间人还没出家 谈恋爱赚钱 会有动力很强 但是出家人对这个就没兴趣了 像各位在供养生贴 虽然是红包 我们看得很随喜功德 对不对 生贴可以安心办到 在家居士可以修大福报 太好了 但是如果去赚钱谈钱 那就没意义了 所以各位要知道 什么是我们要抓住的 什么是我们要放下的 所以世间的这些执着要放下 但是菩提心 慈悲心的智慧 要升起来 所以诸法及要 以前我们念过了 所以所有佛法的要点 叫诸法 诸法及要 因为我们谈慈悲 所以这一品叫悲悯有情品 那各位要多读诵 因为这样我们的悲心才会起来 我们的称悲心才会消除 而且把贪可以转成 对众生的慈悲 所以多读这种慈悲的法语 让了自己的心朝向慈悲 就像各位刚刚放生 你过去看那几只鸡 内心有烦恼吗 没有 鸡好可怜 我们能够救它 好欢喜 这些鸡很有福报 这个就是善根 因为你看到鸡的时候 不是说鸡好多 你没有那个坏的想法 所以看到那些鱼 看到那些海鲜 各位刚刚就投烟供 吾阿吼 我欢喜 上供下施 上供知佛 六道友情 祖先超度 众生离苦 吾阿吼 很有意义 所以今天整天 大家都很快乐 遇佛 绕佛塔 点灯 供水 忙得供生 对不对 今天那个中午好不好吃 忙得吃 吃慈悲的摘死 这里面没有好不好吃 反正就是一个吃树 对不对 一个慈悲 想法就不一样了 所以就像各位要来参加法会 快不快乐 快乐 所以 感谢提供 今天天气很好 凉凉凉凉凉凉 再过几天又要下雨 前几天又下雨 但是我们要办法会提供说 暂停 太阳不能太大 风要有点强 所以 为什么 你的心好 世界会不会跟你配合 一定了 心清静 则法界清静 对不对 今天你心慈悲清静 则众生清静 我们心清静慈悲 那些往生者就超度了 所以超度冤心在主 不是我帮你写牌位 而是你的清静心 大悲心 牌位只是一个 一个实践慈悲 跟忏悔的一个方法之一 难道没写牌位 不能超度吗 不是那个意思 牌位是我们华人的习惯 并不是 一定要这样 而是说 你有一颗惭愧的心 清静的心 对冤心在主 有一个忏悔心 而愿意为他广修功德 希望他成活 不是把他赶走 哎呀你跟我在一起 你痛苦 我对你不好意思 我功德不够 如果我是佛陀 你来跟我好了 所以你才会离苦 所以我现在 我跟你忏悔 修功德 我引导你 离苦得乐 所以我每次问人家说 那个超度了没有 我都不敢讲 我都问说 他离苦自在没有 我绝对不敢问说 他离开了没有 我不敢问这个话 一点点排斥他的心态 都不敢忧 不敢忧 有时候我会问他 去极乐世界 我这样问 他是不是跟我爸爸妈妈一样 去极乐世界来 让对方感受到说 我对他 把他相待成 我的爸爸妈妈一样 希望他跟我的 最爱的父母一样 能够去快乐的地方 对方这个感受 这么重要 所以我就对他很慈悲 他只是像我们抱个婴儿 婴儿你抱在手上 会有一点酸的 但是你心里很温暖的 很温暖的 你要这样来 来表示对他的爱 关怀慈悲 所以各位你要 你拿起冤亲在主的牌位 你要讲两句 善言 柔软 好听的话 好不好 你们说你太久都没超多 奇怪 老老菩萨都这样 每次问他 都没超多 我们在这儿很久 你马上合掌 哎呦 不好意思 我怕 老母 不好意思 你这样说 心肝 怕 你怎么就跳起来 哎呀 我对不起你 我对不起你 我都不了解你这样 感苦 不好意思 所以我现在要好好的 修行 祝康庭 哎 我给你忏悔 我带你点灯啊 带你社会啊 带你九千亿杯啊 你没有对他这个惭愧心 然后你只说你念念念念念念 念那么久你都不走 那你这个心态 他就不能接受你的忏悔 那你这个心态没有很圆满 他也接受不了你的功德 他不想要接受你的功德 对不对 所以我想各位 我们自己的这种惭愧心 跟对他真正的关爱心 这个是超度最好的方法 那最好的方法 当然如果我们不会讲这么好听的话 那就给他念经典 对不对 经典是佛的大悲的语言 圆满的语言 所以我们给他念心经啊 念往生咒啊 为他施食啊 所以 但是你要记住说 是因为我要表达一种报恩啊 惭愧啊 慈悲啊 所以我做的没有那么圆满 所以我来念这个经 所以在这一点各位 永永远远要记住 特别 膝盖不好的人 什么叫膝盖不好呢 就是傲慢 讲话苛刻傲慢 你很容易膝盖不好 腰不好的人 就是因为喜欢做压力又大 喜欢做承受这个压力 又要稍稍念 这样 所以那你就会去反弹到自己 所以你要甘愿的去承受 不要有压力 痛就不见了 不然你就边做边念 很痛苦 很多做女人的 然后呢 又要爱又要念 你看 他又放不下 所以呢 自己情绪不稳定 所以就造成身心不稳定 好 所以回过头来 正确的心念 讲出最好的佛的话 用佛的心 念出佛的语言 能够展现出佛的行为 那叫念经吧 所以至少在念的那一刻 你要很认真 比如说你在念心经 要无所求的 安住在空性 愿得安妙多罗三秒三不提 愿所有众生离苦 所以这样来为他们念心经 所以我认为佛法是在 用以一个圆满的心态 表现我们的语言 态度 行为 对待众生的方法 就像刚刚看到鸡 我看到几位一样合掌 我也合掌 对不起 过去不小心一直杀你 吃你 把你当作一个好吃的食物 看到他就很亏欠 所以以这个亏欠心 我们能够救几只就救几只 希望他吃得好 喝得好 所以我特别请 他们任波切要回去了 任波切慈悲啊 慈悲 我带你们 我们一起去跟为他们念念 结个缘 所以 任何生命都一样 那我认为我这个动机 至少对往生的机一定很快乐 对不对 后来绕完了以后 来来来来来 我再带你去绕 绕上来 绕到往生坛 再好好给他介绍一下 我们汉船天天摆坛城 这个就是我们的坛城 藏船的坛城是 是本尊 哇 好庄严 我们汉人的坛城是 上热道 用这么漂亮的 好吃的食物 摆一个庄严的食物 甘露坛城 要让他们吃得饱饱了 快乐 任波切就在笑 我说这个可能汉船跟藏船 可能差在这个地方吧 我们一切都是为苦难的众生 因为苦难的众生 对我们来讲就是未来佛 所以这个汉船佛教的福报 大一点 当然任波切给我解释 他说我们藏人 没有这么多好吃的 所以没办法了 所以 当然无论如何 所以我们有福报 这么多好吃的 所以又可以利益众生 来 大家一起念 一 为生与异业 常与善相应 显示三恶道 引致令处理 所以我们修行 故意的 要让自己的生与异 就像所包含在这 常与善法相应 这样呢 来让三恶道 脱离他们的痛苦 三恶道就是身口意 不圆满 所以 出生道是意不圆满 生也不圆满 鬼道出生 鬼道 那身口更不圆满 那二鬼道 和永远在地狱 在受苦 但是我们自己 如果能够生与善相应 那我们用我们的功德 我们的光 就像我们点一盏灯 用我们的意 把这个灯显现成为一个极乐世界的光 愿他们看到所有十方的净土 引之 令出离 所以行菩萨道 各位要知道 原来我们的身体 可以 展现这个力量 所以身体要持戒 你的身体 如果戒力守得好 你的语言 念佛诵经持重 你的心 安住在 悲心 菩提心 那你当下 就可以转化众生 所以 依止 什么叫依止 就住的意思 要安住在悲心 住在示范住 所以就像早上人不会切讲 归佛 归法 归身 要依止三宝 特别要依止在法宝 所以要了解四圣体 要了解十二因缘法 千万不要依止在无名 依止在苦的因 无名贪爱 要依止在道替 生死的修道 才会达到灭地 所以 这样才可以脱离痛苦 所以依止就是说 一般人是依止在贪嗔痴 我的脾气 我的个性 但是 菩萨要 依止在悲心 不执着 叫因无所住 而生其心 只依止在悲心 不能因为金钱 因为脾气 因为一些厉害关系 伤害了悲心 所以如果 依止在悲心的人 能去极灭乐 很快你就会进入平静 涅槃的快乐 敏念诸众生 所以依止悲心的人 黏敏 想着所有轮回众生的苦 所以众生的本体都是空性 但是所有的众生都在无名的状态 所以各位要想 对方越无名 你要越爱他 越关心他 如母爱极子 妈妈不会舍弃儿子的 所以众生再怎么样的痛苦 伤害你 你还是明念他 与有苦众生 寻求而救护 所以这些三有轮回苦众生 我们要主动的 去找出他 来救护他 鬼去上蒙诱 得生于天去 所以我们做个 那么少话 大家都说 念一下 恶鬼升天 撒个甘露水 恶鬼升天 那个阿弥陀佛 除了升天 还愿他能够往生净土 鬼去上蒙诱 所以连恶鬼道都得到利益 何况其他众生 得生于天去 所以佛陀叫我们 用悲心去做一切 就像我刚刚讲的 我们要超度 云心在主 就依止了 就是一个悲心 对他的惭愧心 报恩心 悲心 所以 而为他发起了一个菩提心 所以把悲心变成责任 就变成一种菩提心 然后不离开菩提心的 来喂他 所以我想各位 菩提心不是我在念佛才叫 菩提心 你要念成 你的任何一个动作 都不离开慈悲心 所以不离开菩提心 所以汉传佛教也要 我们上个厕所 洗个手 穿个衣服 都在当愿众生 所以各位早上 你从台北来 你从台中来 你从新竹市区来 那你的车子在走的时候 坐在车上的时候 你要这样一年 当愿所有开车平安 车子两旁的 道路两旁的 房子住在平平安安 我们从台北来 还看到一些红木 所以愿这些红木 都能够得到法会功德 如果有方便的话 撒一点钢露水 撒几颗米 就像我们今天 在救护那些生命 在积一只三百元 所以来 当愿所有积鸭额 鸟类众生 同享功德 所以我想 人类的聪明 但是却忘了众生的痛苦 所以各位 要经常依止悲心 内心就没烦恼 能去即灭乐 但是进一步 敏念诸众生 如何让他们离苦 第三 若具足悲心 爱念诸寒誓 世民大丈夫 人天显恭敬 大家要不要做 大丈夫 所以菩萨叫大事 有一部论 各位一定要看 大丈夫论 专门在写 如何做菩萨 所以各位 若具足 对所有众生 万事万法的悲心 爱念诸寒誓 寒誓就是 有情众生 你有意思的 就会轮回痛苦 我们要转世为治 所以爱念 所有有情众生 这个人呢 是名大丈夫 世间的人 天神 永远尊敬供养你 所以各位 你千万不要 怕没钱 怕没福报 不要每天 这边设计钱 讲那个讲那个 不分在家出家 如果你具足 悲心 都在帮助 所有众生 那天人 世间人 都会想要亲近你 供养你 你才是真正的 菩萨 大丈夫 大士 所以各位 要发怨 怨自己 无论如何 被打成肉酱 都不升起 称惠心 不称起 排斥的心态 好不好 要这样发怨 你千万不要说 我现在很好了 你不要惹我就可以了 所以 菩萨不能如此 哪怕自己 剁成肉酱了 抽我们的筋骨 慢慢抽 你就慢慢叫 慢慢喊 慢慢死 都还不想恨对方 我发觉 有一些人 不高兴 他就脸就刷下来 然后就走了 我手机就把你切掉 不跟你联络 这个都是一种 称心的表现 那你就没有资格 做菩萨 如果你受到菩萨戒 那你就破菩萨戒了 菩萨最大的重戒 就是称恨重心 称恨别人 排斥别人 千万不行 所以这个具足 就像大地装载一切一样 就像虚空荣寿一切一样 包括对你身上的冤心在主 你也要具足悲心 哎呀 是我对不起你 你在受苦 我居然不知道 哦 这个怨气很重的 哦 沙叶在主 让你心脏跳 让你可能要开刀了 我老实讲一句话 今天你要超度一个愿意下 如果你的动机是 因为我很痛 所以我来帮你念经 血牌 为了做功德 这样没有用 因为你还是自私的 对方感受不了你的悲心 这个时候你是因为 因为你很痛 所以我所做一切的 希望你离苦 根本就忘了我在痛苦 这个才叫悲心 你有听到吗 请分析清楚 请分析清楚 很多人在修行的时候 是因为我 那这个最多是解脱道 他不是因为众生 不但如此 你要把你的苦 转为众生的苦 所以哎呀 做女人好苦 因为你做女人 所以你每天念度母啊 愿所有的女人 现世安乐 家庭快乐 身体健康 或来世呢 往生净土 乃至女转男生 因为你身为女人 所以你同情所有女人 不是为你自己 你为的是所有的众生 所以各位要这样转念来修行 所以云青在主 想到他的苦 为他根本忘了自己的苦 如果是为了你自己去念经 去念几遍 然后我希望自己好 你还是这个念头 我为他念三遍七遍 是怕他没理苦 而不是怕你自己没理苦 这一点请各位记住 不然的话我发现 很多人把宗教当作一种交换 所以具足悲心 为什么要悲心 念一下 知恩 念恩 报恩 启辞心 因为众生是对我们有恩的父母 所以我们念的众生的恩 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报恩 我要让众生快乐圆满一辈 所以那个时候 你才容易具足悲心 所以无论如何对方跟你讲什么 这个云青少主都做过你父母 对不起他 所以你才能够具足悲心 那这样你才会看得起自己 我是一个大丈夫 我敢牺牲敢死 我要承担众生的苦 那你才叫大丈夫 所以那这样 天人玄恭敬 你要做到这样 第四来 若人有悲心 则能持境界 如月照世间 光明常清静 能令主众生 离仇不忧期 事故于悲心 必尽常清静 所以我们清静善知识 清静佛陀 是为了清静我们的悲心 找到自信 所以这里面说 如果一个人真实有悲悯心 他一定会守戒律 清静的 因为戒律是保护他的悲心 不要伤害众生 如何帮助众生 所以一个持界的 有悲心的人 如月照世间 永远光明 永远清静 光明常清静 像十五的月亮 所以晚上十五的月亮 能令诸众生 离仇不忧期 所以悲心才是 消灾免难超度 度众生的方法 所以老师说 我的师父才跟我说 我们出家人 你读了多少经典 你读了佛学院 如果你没办法 让众生感受到 你的悲心 你讲经说法 你念经 你拜颤 是一种悲心 感受到 那就等于没有资格做菩萨 我师父一直给我强调 但是卢居 卢居长老真的是具足悲心 他的守教都算免守 我们这些弟子都知道 有时候他去摸女生的手 你好 他们说 你师父怎么没有骨头 他的手摸不到骨头 叫兜率免守 又叫具足悲心 法证长老的手 手指头超过我一半 生生世世劝人 吃树放生 我也是他劝的 吃树放生 那时候我接受吃树 还没有接受放生 他这个手天天在抄写 普门品 法华经 具足悲心 他自然就有这种像 这种像令众生皈依 所以如果你能够具足悲心 你都不用讲话 就像月亮照着黑暗的世间 众生一看到 马上就脱离恐怖忧愁 事故于悲心 必尽长清静 所以各位要 要永不离悲心 无论在什么状态 不要为自己想 为自己想你干嘛欺负我 我怎么没得到我的 为对方想 为对方想 就像我说我们早上 哦 人不先要来了 怎么排 怎么排 几点做什么 怎么方便 各位要具足悲心去想 怎么样可以让大家得到 每个人都得到 什么样的利益 各位要开始想 你不能说 我来参加法会 我就找一个 我喜欢的位置坐着 其他我不管 等一下要分水 强啊 那这个就是白修了 所以我们希望法会 有更多的总干事 更多的义工 更多的 能够把法会现场 做得更庄严的 我一直不放弃这个工作 我永远如何让法会 可以加分 想办法 在几点几分做什么 我知道我这个时间 今天讲这个各位会睡一半 正好睡 睡饱了再说 但是在法会睡觉一醒来 精神多好了 像打坐一样 所以 但是 随缘 只要大家快乐就好 所以 但是无论如何 各位要一直去想 如何让对方更舒服 所以我已经练就了一套功夫啊 那个快往生临命中了 断不了气 很痛苦了 我念一念就再见了 放下了 睡着了 空气啊 都不用吃油啊 至少要有这一套功夫啊 我想就像一个小孩在哭 你姐给他握握手 安护一下 他就哟哟睡着了 不哭了 至少他内心平静 但是如果一听课的人 他没有睡觉 他就听到心里面去了 要么就两种 一种睡着了 一种听到心里面去了 至少不会起烦恼 那这是什么力量 那叫悲心的力量 真爱的力量 所以我在这边千交代万交代 我们这个团体故意取名叫慈悲自业 我们这个生命电视台叫生命的关心 所以我很想把电视台的名字 直接改成慈悲电视台 所以那是用什么名号 慈悲不行了 就大悲电视台 那再不行就甘露电视台 因为现在生命电视台好像在送中的一样 走到哪里都生命事业生命事业 我都拍谁拍谁 所以有一次我拿名片 生命电视台你们有在办临终 天天办 早办晚办天天办 我们那边都是超度排位 但是他没有问要不要钱而已 但是已经被列为那一派的了 所以但是无论如何是为了慈悲 所以再讲一次 大家决心做一个永不退转大悲心的人 好不好 大丈夫 这是生命最大的快乐 第五 若人离出旷 以悲心庄严 是名良福田 名称普周辩 由悲心普知 诸根五构然 诸清净正见 去菩提不远 经文好不好 太美了 太美了 佛陀实在是太圆满 翻译的祖师真是佩服 佩服 所以世间的所有的语言文字 什么小说 什么经典 世间没有比经典更美的 而且不但是文字美 它是诠释了人性的美 众生最美的那一份 所以他说 如果一个人离开粗犷 粗犷就是没有修饰 讲话粗鲁 行为粗鲁 离开这样子 而以悲心庄严 自己不是以钱财名位地位 出家人没有钱 每天穿着同样的衣服 但是悲心庄严 最漂亮 可以说 一个最美的心 最美的外表 悲心庄严 是名良福田 那谁跟你在一起 谁跟你做事 你就会让对方发财一样 因为你是最好的福田 就像我们供养生重 我们就认为生重是人田福田 特别他们修菩提金 哎呀 真的是我们最好的福田 所以四名良福田 名称普周片 让大家都称赞你 让大家都讲你好话 所以修行要修到美名传播 就是要慈悸 要慈悲 别人赞叹你 由悲心普知 因为这个悲心普遍的滋润 所以你的外表 你连一根头发 看起来都好慈悲 猪根无垢染 看起来就很舒服 各位皮肤漂不漂亮 牙齿漂不漂亮 眼睫毛漂不漂亮 要装一点假的 很虚伪 眼神也要装眼 皮肤也要装眼 一个悲心的人 不管从哪一个角度看 都装眼 特别是六根 没有污垢 没有染灼 住清净正见 他知道 众生都是父母 众生都有福兴 只是因为众生 现在在无名爱然 所以生命的目标 抓得很紧 出离心 菩提心 所以脱离世间的爱然 追求利益众生 如果能够如此 以悲心再加上正见的智慧 去菩提不远 到成佛 到解脱 是必然的 所以各位经常读诵 那你会让你的心 拉回来 一个正念 那这些 特别这些寄诵 又简单 那我解释的不见得很圆满 但是我至少 我有一个愿 知道了我就按照这样去做 这个方向 绝对不要离开 第六 念一下 若人 我们住几个酒店 也不是好酒店 我们去都故意 住那个比较便宜的 对不对 但是就觉得 浴室 牙刷 我们到别的地方 牙刷反正用一次的 都是乱乱的牙刷 刷一刷像猪毛一样 那日本的牙刷 它只给人家用一次 真想带回家 对不对 那毛巾这么好 为什么日本人有这个特色 用的东西都特别好呢 记住喔 日本人只要看到人 他们一定这样 用身体去恭敬对方 所以感应的外在的事物 一切都最美的 要了解吗 各位记住 用的车子也好 他们的药也是最好 他们的电器也是最好 对不对 到他们寺庙里面去 有每一样东西这么严谨 好像让我们觉得很羡慕 所以很多人 特别我们台湾人 东南亚人 很喜欢去日本 就很羡慕 每一样东西 那个车子小小的 这么精致 看起来这么方便 每一条街 每一条巷子 几乎没有看到垃圾 因为日本人 你丢垃圾 全部人都会批评你的 所以他们很爱面子 所以他们外表上 尊敬别人 所以我在十字路口 看他们两个聊天 幽言要走了 他们一定要这样 一定要这样 或两个都在这样 下回换我们了 只要见面都会这样 这样你腰就不会坏 所以这一次我要离开机场 他们几十个信徒来送 都在掉眼泪 我就跟我们法师说 相互转 他们就转过来 我就九十度 我用日本式的 这样真实的跟对方敬礼 谢谢他们 谢谢他们 但是这种外在的行为 就显现外在的福报 好不好 所以各位今天晚上回家 第一件事情 老婆好 老公好 儿子你好 他们一定怕到 这是谁敢的 这是日本人的优点 唐朝的文化 日本人还有一个优点 各位看过吗 他们那些 脸化白白 那个叫异记 对不对 他们嘴巴都化成熟不熟 我就问他们 为什么要这样 他说我们日本人 连骂人都不能有声音 所以以后各位 开始拿口音就化成 不然我们都说 叔父 稍等我告诉你 没关系在家里那么大 所以各位唐朝的人 就是我嘴巴都很小 那讲话 牺牲牲牲 好听 这个都是一种儒教的教育 但至少他们 落实在社会上 日本人的耐心 主管 叫你去吃饭 吃到十点你都要吃 喝酒 你要陪着喝 不然你永远没有机会 对不对 升官 而且主管穿什么 你全部要穿什么 全公司没有一个穿不一样 日本的小孩子 没有一个人 衣服会自己定做的 学校怎么说 全部人都穿 没有一个人会 特别改的裙子比较短 或身体比较紧一点 不然全部人都会看不起他 日本人是活在这种状态 但是因为如此 重视别人的感想 所以呢 他外在的世界 感召了就很好 包括他们在插箱 他们如何做烟供 看起来都这么庄严 他们做护膜 如果我们这一套火供给他们看 你绘画 你们这边是垃圾场 你看 用丢的 他们没有办法习惯了 他们要做就什么都做得很精致 对不对 你一碗饭菜 什么精致 是合菜这样 有规定的 那我想当然有他的约束面 但是他的表面 那我很尊敬 所以简单的说 我顺便提到 希望大家修悲心 不然你这辈子也没福报 不然呢 你如果有悲心 若能居悲心 那你像天人一样 所以我跟很多 我们藏传的师父说 你们真的很认真在修仪轨论啊 变经啊 闭关啊 修菩提心 但是呢 所以我刚刚为什么会提到 我会带人不去看我们的谈诚 叫慈悲谈诚 因为我们是具悲心 对堕胎的 对动物 所以人类亡魂 你看我们布置了 这么庄严 我故意要跟他们这样说 我们要学你们的上供 修本尊 你们要学我们的下施 悲心 这样合起来呢 才可以福慧圆满 对不对 不然永远 都是要接受我们供养 哪一天 我说你们要拿钱来供养我们好吧 所以因为我们具悲心 所以在显教的教育 所以我早上来跟仁波切隔西说 请问你们有没有预佛功德经 没有 我问仁波切你今天预佛第一次 这样 他不知道那什么意思 这是佛经里面写的呢 为什么藏传佛教没有 没有 我现在告诉你呢 有这部经 那你们赶快翻译赶快看才对啊 这个才是学佛的态度 但是学佛不能傲慢 我这个就好了 我这个就好了 我不学别人的 那何况是佛法 佛法部分汉传藏传 在日本有真言宗 净土宗 禅宗 日言宗 都很专业 但是呢也是很可惜 就是说 没办法广学 那我们华人去 那就应该广学他们的精髓 他们也是从唐朝拿过去的 但是我们都应该把它学过来 然后把它扩散 所以希望各位这一点要有 悲心 什么叫悲心 为对方想叫悲心 今天你学佛法如果不够悲心的话 那你只会学自己喜欢的 我认为我这个对 所以有时候我都跟他讲 我已经讲这么多次地藏经的重要 为什么 我有时候跟很多上师说 上师你们讲讲地藏经好不好 因为我们汉人呢 地藏经是我们的入门 对不对 汉人都是从地藏经的秀顺和入门 这一点你要度汉人 应该看看地藏经 讲讲地藏经 所以若人居悲心如诸天神如此福报自在 百千万生永离彼平法 所以各位要不要福报无量 要要 你没有福报怎么度众生 对不对 怎么利益众生 所以要有悲心百千生 第七来 若人义执持如今可贵重 父安住悲心思为无尽宝 无尽宝就是如意宝 哎呀 要什么你就给什么 要什么你就变什么 如果一个人义就代表心正直 归三宝 所以我就不虚伪不惨取 不欺狂不骄傲也不自卑 我就老老实实地念佛念法念生 如果一个人有这种执心 这人心肝好好来 宇宝稍微小伙子 但心肝不错了 滴滴滴滴滴滴 就是这个意思 执直 特别你归三宝更要执直 那你就像黄金一样的贵重 如果你有这个执执心 执心是道场 父安住悲心 不起诚恨心 永远只有悲悲众生 那你这个人是如意宝 世间的仁波切了 仁波切就从这个来的 安住在空性正间 更大悲福利心 名为人中珍宝 所以我想各位在这一点 不要虚伪狡诈 直直心是你看到真相 诸法因缘所生起 本体皆平等皆空 要有这个直直心 念佛也要有直心 身心 大悲心 一心念佛 永不退转 所以往生净土 而且更愿众生都能够往生净土 第八 若人举精进 常请求正法 以悲心名灯 未说除一案 常于昼夜中 不舍其悲意 随其所致处 要说而无懈 所以各位很喜欢跟众生 所离苦得乐的佛法 永无懈怠 我想生命的意义就是能够弘法立身 所以做个菩萨也要如此 所以如果人具足精进的力量 常请求正法 能够利益众生 法门无量 我们都要去学 然后以悲心名灯 放光 把你所得到了 离苦得乐的方法 利益众生 以悲心名灯 为所有众生 说明 消除 怀疑 无明暗暗 众生不信三宝 不了解空信 我们要想办法 常于昼夜中 不舍其悲意 所以我想各位呢 日日夜夜任何时间 能够帮助众生了 我们要想尽办法 所以各位不要惨取虚伪 什么叫惨取虚伪 我排位一张一百块 点灯两百块 所以不要设计别人的钱 不要 千万不要 做生意 我也是老老实实的 把最好的东西供养对方 那这个价钱是比较平价 我也不会跟你讨价还价 这也是值值 所以同样的我们 弘扬佛法 讲佛法 千万不要为了知名度 也不要为了骄傲 也不要为了明文立养 才去说法 所以常于昼夜中 不舍其悲意 我怎么样 让我所勤求的正法 让全世界都知道 所以随其所致处 不管到哪里呢 很愿意快乐的 跟对方 讲了这个离苦得乐 而且是对峙他的根气 不是说我只讲密宗 我只讲华音经 我只喜欢念这个 而是随顺众生的需要 最近有人问我说 失误一辈子光念大悲咒 会成佛吗 我说 不能讲能不能 如果你知道念大悲咒的动机 以及你了解 观音菩萨的心 那你这样 任何法门都是个方便 方便就是要 要我们有佛的心 佛的意 那你可以这样念 但是如果你要 广度所有众生 那你要站在众生的立场 这个人喜欢地藏经 这个人喜欢念佛 这个人喜欢吃树 这个人喜欢布施 那我想 那你要为众生而 去了解这个法 来引导对方 所以站在你个人 你可以一门深入 那这个门讲的是 透过大悲咒 透过念佛 让你安住在空性菩提心 让你在净土一样 那可以 但是针对众生 那为什么释迦牟尼佛 要讲出要事佛的法门 释迦牟尼佛要讲出 极乐世界法门 那释迦牟尼佛是 随顺众生的根性 因缘和说法 所以那当然 我们应该要 参与多一点 看你站在什么角度 所以我希望各位要 学习说法 要说而无懈怠 那千万不要说 我懒得跟你说啦 没关系 今天不行 明天再跟你说 明天还不能跟你说 我也回向给你 我念心经回向给你 就再跟你说法 我这个人爱生气 我帮他念大悲众 你欧玛尼佩尼佛 思维观音菩萨的心 融入在他的心里面 所以做一个菩萨 要让所有人感恩你 看到你对我有恩 所以我们中国人叫 师父 师父 你如我父亲一样 给我佛法 让我有新的生命 爸爸妈妈给我们肉体的生命 师父给我们解脱成佛的生命 法身慧命 那一个菩萨部分在家出家 要让对方从内心里面感恩你 尊敬你 那你要表现出你的悲心 但是我认为这个都是修悲心的祝愿 所以悲心即清凉 那么清凉地菩萨 习众生热闹 这个慈悲出来 所有痛苦都没有 令得丧妙乐 后获珍藏果 让他现在得到殊胜的快乐 将来他就可以进入净土 常乐我尽 成为成就佛果 若能安住 慈忍无上保 如果一个人 修行人 能够安住在这个慈悲忍辱 你修慈悲 别人还是会攻击你 伤害你 骂你 毁谤你 你想要对他不失慈戒 对他那么好 他还是会伤害你 但是你一定要安忍 所以慈悲忍辱才是 无上保 一切诸有情 如果你这样去修 以后看到你 都像看父母一样 然后你引导他学佛 你请他吃素 别人口才再好 是个博士 请他吃素 他也不会吃素 所以能够修慈悲 黏敏心 这是佛教的精髓 没有比这个更重要 佛教的精髓 佛教的基本道理是空性 佛教的精髓是慈悲 但是慈悲以黏敏心做基本 就不忍对方苦 不忍 所以能够修慈悲 这才是所有利益安乐的根本 如果一个人没有这种悲悯心 将来一定只有痛苦 轮回的苦 所以但是慈悲要以忍相应 既然你要修悲悯心 你要安忍了世间的变化 你吃素 你也会身体不舒服 对不对 吃素 什么 太凉 吃素 缺维他命B 很多人讲话很多了 但是无论如何 我们要安忍于这个状态 所以能够如此 自他则无恼 你修悲心 又能够修忍辱 自己也不会烦恼 也不会让别人烦恼 千万不要让别人烦恼 那修慈忍的人 世间悬喜见 各位要有人缘哦 像我师父给我说 哎呀海涛子 你过去是结的缘太好了 然后我去受戒的时候 九十岁的那个女医生 还长得很漂亮 义工 我经常生病给她看 还给我讲一句话 你这个人是万人迷 我都不是瓜亲的万人迷 我那时候我还想 今天我就讲 哎呦人家有神通呢 因为我那个时候出家 我并不想要什么红法立生 虽然我有这个动机 但是我觉得我这个人 就好好的忏悔 好好的打坐 好好的二十年深入经账 然后呢忏悔业障 所以现在能够安安静静 就不错了 但是现在想一想 也是过去修的 那人家才不会讨厌你 就像我师父说了 海涛海涛 天天在电视 你不要让人家看到你讨厌 你怎么装的让人家不讨厌 这没办法装 就是说你的动机是不是个悲鸣心 不管你念经啊念佛啊 讲课啊 带活动啊 你要让对方感受到你的慈悲 只是对我来讲真的不容易 但是我一直练习 我一直练习 这样啊 所以现在还故意的带团 像这一次我们带团去沃沃 琉球岛 四十几个人 有很多不认识的啊 但是我们一定要让他吃得好啊 睡得好啊 安排他的时间啊 这里面有钱没钱 都是我们要服务的对象 因为我是个领队嘛 那我总要去照顾一切 那各位我想这个是 这个就是修行 要故意安忍在这里面 然后呢 别人可以讲说 诶 师父你蛮慈悲的 佛弥陀佛修得不错 演得很像 努力努力 再努力 所以 但是我认为这是很重要的 所以 这样人家 才会接近你 你才可以把佛法给他 所以世间玄喜见 后得生天中 修慈悲些人 不会堕落上个岛 大福报 升天 乃至 往生净土 所以大家 来 当愿众生 修慈悲忍入心 福报无量 向好庄严 众生欢喜尽 人天咸清尽 弘扬一阵法 普渡诸众生 戴亚塔 半战者 阿瓦伯达 那耶稣哈 各位 拜托拜托 把这一本全部看完 好不好 因为我们收集了很多经典里面的 精髓 就是从各方面来谈慈悲 以及如何修慈悲喜舍 以及菩萨应该 菩萨四法 菩萨十法 菩萨三十二法 那么 虽然一本小小你回去以后 哇 太出色 太美妙 然后把这个佛的思想 融入在你的思想 叫法入心 那你的外表 你的皮肤 你给人家的感觉 就变了 因为你是一个修悲心的人 所以我在这边也很慎重的宣布 希望我们慈悲至业的所有信徒 所有义工 所有法师 我们可以不需要有很高的能力 但是我们要给别人一个慈悲的感受 也不要一直给人家募款 好不好 很多句是 师父我来帮你募款 那大家看到你都怕 要几年过来 几年过来 所以好像不给钱又不好意思 我认为千万不要 我们是 劝慕大家发慈悲心 而不是钱 这个钱 这是一个慈悲的方便 慈悲是当下的 当下的 带人接物 路上的小猫小口 对这些帮你开车的人 路边 你都一直展现慈悲 那我想 这是现在的社会的需要 我们现在的社会 不可能很多人在看很多经典 像我们这样 整天在这边上课 那是要看这么多经典 那现在人就是 见一次面 一次感觉 你必须从这个第一次的感觉 让对方觉得 你是一个可以尊敬的人 而且你有一种魅力 为什么你旁边这么多护法神 怎么会没力量 他们看到你就不一样 因为你不断地在保持这个悲悯心 一子一悲心 柔和修忍辱 这样呢 为了引导众生 离苦得乐 这是最重要 所以我们 今年开始 在世界各地成立慈悲协会 慈悲基金会 我在外面一直讲 不是为了钱 我也希望降低金钱的需求 所以我明年 我们把生命电视台 可能第四台的花费太贵 一个月将近五百万 并不是募不到这个钱 而是说 会给信徒很大的压力 时机好不好啊 不太好 不能再给信徒压力了 然后呢 但是愿意看的人 可以透过MOD 或者装小卫星 那都很便宜了 甚至现在那个YouTube 装一个电脑卡都可以 现在每一部手机 都可以看得到 所以如果你有这方面问题 老菩萨 你就不要准 那你打电话来 我们会成立一些 告诉你怎么装 或告诉你儿子怎么装 你可以24小时免费看到 因为你装个小耳朵 装个机上盒 或是如何如何 但是呢 所有的 我们要为了修慈悲心 而尽力 去助念 去关心老人 独居老人 这些单亲家庭 这些流浪动物 孤魂野鬼 包括世界各地 所以我们要 积极从这方面去努力 所以希望大家 加入慈悲志业 好不好 以慈悲的志愿 做我们的所有的善业 然后呢 随着地方的需要 做任何一件事情 包括希望各位来学敲法器 好不好 唱颂 下回我们办法会 通通居士唱 好不好 看哪一队唱得好 对不对 带你们去魂牧区展现歌喉 唱靠调啊 唱到一窍多 因为你的慈悲心嘛 就可以让亡魂感动 老实说我们在超度 是不是在唱 超度就是在唱啊 心经往直上 一直唱 这些经文 只是在表达一种 悲心的力量 所以有了悲心 世界人喜欢听什么 我们就唱着 对不对 哦 那唱唱大悲咒好听啊 因为有慈悲 那个大悲咒就好听啊 因为有慈悲 那个地长景就好听啊 就像刚刚我带了 带各位念这个祭颂 可不可以做成一条歌啊 哦 妈你一杯美好 五个字就慢慢念就好了 你就这样一直念 一直念 哎呀 那个经文 美不美啊 好美 再讲一次 新美最漂亮 各位你可以活到八十岁 九十岁 寥寥寥寥寥 像德烈莎 但是德烈莎最美 哦 千万不要把美建立在外表 那你建立在外表 你会给人压力 今天我化妆感 我化妆感 你没看到啊 你已经给人压力 你已经给人家很可怕 对不对 因为你的动机 是在展现自己 而不是表达慈悲 所以我想各位女生 请你对你自己有信心 慈悲才是最庄严的 你也是悲心庄严 悲心地庄严 我想这个才是看不厌了 哪一天你往生 都还这么美 这么庄严的往生 那希望大家抓住这个重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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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